汇出桌布 那我们完成到这个阶段之后 我们就可以先把它做一个存档 那在这边呢 我们看到有一个汇出 这个功能点选之后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它的汇出呢 会有几种不同的一个状况 那假设我们是想要把它变成一张 我们桌面上的这个桌布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选择第二个项目桌布 那点选了之后呢 它会问你说 你的这个桌布呢 是要用哪一种的一个模式 是根据我们的这个荧幕的 这个大小尺寸来做放大呢 还是说要保持比例之类的 那我们呢 选择依照这个比例来缩放 那按下完成 就可以完成这个汇出的这个动作 这就是这种东西的这种东西 我们可以试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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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